如果少了一只手臂 还能不能打篮球呢 来自美国的独臂篮球选手Kevin Law 来到台湾展现永不放弃的精神 用真实经验 鼓励年轻学子们勇敢住梦 来自美国的三位篮球员 积极的冲抢 展现的是永不放弃的运动精神 仔细一瞧 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缺陷 但是天生的困境 没有困住他们的人生 反而让他们脚踏实地勇敢的逐梦 个子最高的Kevin Law 是美国第一个挑战NCAA 最顶级赛事的独臂篮球选手 这一次他组成一个梦想做得到的队伍 来到台湾就是希望透过篮球 贴近年轻人 告诉大家只要有梦想就要努力追 这个下午他们造访新北市的泰山高中 并且和SBL玉龙队的球员 有一场三对三的表演赛 结果三位外国朋友展现积极的态度 17比9大胜欲龙 让台湾选手们印象深刻 我刚刚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我觉得我回去要好好练运球 他们的运球其实比我好很多 而且那个协调性还有那个 其实有些我就做不出来的 我觉得就是他们虽然有些缺陷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我们好手好巧人都要学的 少了一只手背人生也许会有点缺陷 面对下一步唯有正面的态度 才能打造属于自己美丽的人生 UNTV 甘邦杰 简子强 新北市报道 MING PAO MING PAO